大家好,我是一晃 马上就要过年了 爱做饭的你 总想给家人做上几道好吃的 经济实惠 又不识排面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道 非常好吃的 糖醋莲油 做法非常的简单 出国以后口感清脆 既有莲油的清香 又有糖醋的酸甜 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接下来 一起看看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几根新鲜的莲油 我们在选莲油的时候 就要选这种带结的 带了这种藕结 里面就不容易净泥沙 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 而且带了藕结的莲油 也不容易坏 首先我们用削皮器 把莲油的外皮削去不要 削好皮之后 再倒入清水 然后将莲油都清洗干净 洗干净的莲油 先把它放到菜板上 用刀切去头尾的藕结不要 然后将莲油切成薄片 稍微薄一点 厚度大概在一枚硬币左右 这样既方便入味 而且也熟得更快 全部切好之后 把它装进大一点的碗中 再次加入清水 把莲油清洗一下 既可以洗去里面的泥沙 又可以把莲油多余的淀粉 清洗干净 这样在做的时候 就不容易粘连在一起 洗好之后 控水将它捞出 放在漏栏中 控干水分备用 控干水分的莲油 再次倒回碗中 然后往里面 加入一些土豆淀粉 没有土豆淀粉的朋友 也可以用玉米淀粉 然后下手给它抓拌均匀 我们可以这样用双手搂拌 让每一片莲油上面都能均匀地裹上一层 土豆淀粉 最后将所有的莲油抓拌成像视频中这样 张满玉米淀粉就可以了 锅中烧油 下入筷子能迅速地起小泡 就说明油温是五成热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莲油一片一片地下入锅中 下的时候贴着油面下 防止油从锅里进出来伤到自己 全部下锅之后 用漏勺将它翻拌一下 让其受热均匀 然后转中小火慢炸 将莲油炸熟炸透 中途一定要不停地翻动 以免粘连在一起 炸至表面有一点微微发黄 我们就先将它捞出来 放在漏勺中备用 然后再次将油温升高 把油温升至八成热的时候 再次倒下去覆炸一遍 通过了两次的炸之后 莲油就会变得更加的酥脆 这个时候也要用漏勺不停地翻动 一是防止粘连 二是让其受热均匀 当时要认真观察 颜色的变化 直到炸至表面金黄酥脆 就可以先将它捞出来了 这样炸过的莲油 听声音就知道它的酥脆 接下来锅留底油 加入一勺白糖 再加入半勺白醋 接着锅里面加入一勺番茄酱 然后开中小火 不停地搅拌 将糖醋汁搅拌均匀 把里面的糖醋汁全部都搅置冒小泡 让白糖全部融化 搅拌成视频中这样 有一点拉丝的状态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将炸好的藕片全部都倒进锅中 然后继续开中小火 然后继续开中小火快速地翻炒均匀 让每一片藕上都能均匀地 沾上料汁 出锅前再撒上黑色的白芝麻 既可以扁均颜色 又可以增香 把芝麻炒匀炒香 就差不多了 一道非常酥脆爽口的糖醋莲藕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出来的糖醋炕上去就非常的有食欲 闻起来也特别的香 每一片藕上都沾满了料汁 咬一口酸芳甜甜的 开胃又下方 如果你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过年的时候做给家人们吃 经济实惠又有排面 可能比大鱼大肉还要受欢迎 我家小孩就特别喜欢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哦 点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